要是这个影片有500个赞 我将会推出一期视频来比较到底 Karlsberg和Hanagan 哪一个更值得我们去投资 有一个影片也达到500个赞 我将履行对观众的承诺 我将在这个影片分析与比较 Karlsberg Malaysia和Hanagan Malaysia 到底哪一家公司更值得我们去投资 并在影片的最后告诉你 马股近期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 不想说过的朋友 就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哦 嗨 我是乐雪 欢迎来到我频道和我一起快乐学习吧 这个频道主要分享一些金融数据 与投资理财的知识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就记得 点赞 分享和订阅哦 还有记得把那个小铃铛打开 Karlsberg Malaysia和Hanagan Malaysia 都是马来西亚的啤酒制造商 也就只有这两家 所以在马来西亚的啤酒领域 形成了duopoli 双头垄断 那么你们很好奇 为什么马来西亚有这么多啤酒品牌 但是就只有两家啤酒厂 那是因为Karlsberg Malaysia和Hanagan Malaysia 旗下是有很多你和我都熟悉的啤酒品牌 Karlsberg Malaysia旗下的品牌有 Karlsberg Asahi Summer's Bee 1664 Blank Connor Stout Corona Jolie Shandy等等 而Hanagan Malaysia旗下是有 Hanagan Tiger Guinness Anker Kirin Beer Strong Bowl 等等 简单来说你在马来西亚的超市 随便购买一瓶啤酒 有大约50%的机会会买到Karlsberg 或者Hanagan的啤酒哦 那么当我们比较这两家公司 谁是老大呢 接着9月10号的股价 我们可以看到Karlsberg Malaysia的Market Cap 市场价值是在大约5.9个Billion 而Hanagan Malaysia是在5.82Billion 只可以说自我做了Karlsberg的视频 他们两个的市值就变得非常靠近了 步上上下 那么废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从他的财政报告来看 到底谁更值得我们去投资的吧 这些证明 我所要懂的数据都是截止6月30号 6个月的数据 当我们比较这两家公司的 Profitability 盈利能力 截止6月30号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Karlsberg的盈利状况 是比Hanagan来得更好 除了收入比较高 净盈利也更高 而在疫情的冲击下 Karlsberg和Hanagan的收入 以与往同个季度比较 是少了大约45到50% 但是Karlsberg的第二个季度 是有在盈利的 而Hanagan的第二季度是在亏损的 而当我们进一步去查看 我们可以看到Karlsberg的收入 与支出比例是在大约88% 而Hanagan是在93% 这说明了Karlsberg在支出上 是有更好的把控能力 而这应该就与Karlsberg早期推出的 Fund the Journey计划有关 这个计划主要是在 营运与支出上更有效率 而当我们比较这两家的 Return on Equity ROE 截至6月30号的数据 Karlsberg的ROE是大约0.44 而Hanagan是0.09 那么什么是ROE呢 简单来说 ROE可以反映公司利用资本 产生盈利的能力 如果ROE越高 就代表公司在利用更少的资本 来创造更多的盈利 所以这样看起来 Karlsberg好像更吸引人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进一步去看 我们可以看到Karlsberg的ROE 之所以会这么高 那是因为他的Reserve 跟Hanagan比较是相对的小 我觉得Karlsberg这期视频也说过了 那是因为在疫情来期前 Karlsberg的Dividend Payout Ratio 是多过100% 简单来说就是 派的股息是多过赚的钱 而如果你想知道详情 看完了这个影片 可以去看那个影片哦 所以当Karlsberg的Reserve比较小 就代表它的Equity是更少的 而如果我们看ROE这个方程式 当Equity少了 ROE自然也会变高啊 当然同时间Karlsberg的 经营率确实是比Hanagan来得更高 所以说明了ROE为什么比较高了 当Equity少 就代表Liability负债多 而Karlsberg的Total Liability 是大约71% 而短期债务就占了67% 而短期债务是流动资产 Current Asset的1.27倍 那是不是有点危险呢 这代表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 Karlsberg的流动资产 是不够来应付它的短期债务 而当我们看Hanagan的Balance Sheet 资产负债表 其实就蛮相似的 总体债务是占了大约64% 而短期债务就占了大约60% 短期债务是流动资产 Current Asset的0.88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家公司 是有非常多的短期债务 而当我们看往年的财政报告 短期债务总是占了非常大的部分 这有可能就是啤酒行业的本性 由于啤酒行业的 Receivable Turnover Rate 是比它的Creditors Turnover Rate高 也就是说欠Current和Hanagan钱的人 还得比Current和Hanagan 还钱给它的债务还要快 所以现金流是充裕的 比较大的短期债务影响不大 但是如果你知道 还有其他原因导致这个现象 可以在留言区分享给我们 当然同时间当我们比较 这两家公司的Return on Asset ROA Current的ROA是0.13 而Hanagan是0.05 而ROA就是衡量资产 产生盈利的能力 不说有可能你没有察觉 当我们以总资产来衡量 这两家公司 Hanagan的规模是比Current 大个大约两倍 虽然Hanagan比较大 但是Current赚的钱比较多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家公司的 盈利能力比较 Current是略胜一筹的 而至于股息的方面 往年Current和Hanagan 所拍的股息是大约4% 但是Current Malaysia 在第一季度报告公布时 就已经宣布停止拍发股息 而Hanagan也在公布 第二季度报告的时候 没有拍发股息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这两家公司想要采取 比较保守的做法 至于几时会重新开始拍发 就真的不好说了 而当我们从P Ratio的角度去看 截至9月10号的股价 Current Malaysia的PE是在大约26.61 而Hanagan Malaysia是在24.97 当然当我们只看P Ratio 是很难去断定这个公司是否便宜还是贵 虽然有一种说法是 如果PE是小过15就算便宜 而大过15就是贵 但是每个行业的本性都不一样 所以每个领域的PE都不能相提并论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Price Earning to Growth Pact Ratio 但是由于两家公司的Growth 目前是负的 所以并没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所以到底是贵还是便宜 就见仁见智咯 而现在这两家公司很靠近 他们疫情前爆发的低点 所以他们还会更低吗 只有时间可以给我们答案了 当然当我们比较这两家公司 我们也需要预测他们的未来 那么我们可以怎样比较呢 确实没有一个确切的方法 但是我就会用他们目前所服务的市场来做出预期 Casper Malaysia的市场主要是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斯里兰卡 而Hanagan Malaysia就只有在马来西亚 而当我们比较他们的收入地区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单单比较马来西亚的市场销量 Hanagan的销量是比Casper多 也就是说Hanagan的啤酒系列是在马来西亚 更受欢迎 但是如果我们比较整体公司 由于Casper的收入地区比较广 而这也代表Casper的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TAM是比Hanagan来得大 简单来说是Casper Malaysia的酒 是比Hanagan Malaysia面对更多的潜在客户 长期来说 如果比较这两个公司的未来潜能 Casper Malaysia的销量会比Hanagan Malaysia来得好 相信如果有流域新闻的你 都知道RMCO延迟到了12月31号 酒吧与夜店不能营业 如果营业也是以餐厅的模式 所以这就会影响啤酒的销量 因为就像我上个影片说了 啤酒厂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来自餐厅与酒吧 Entree 虽然网上销售 e-commerce供天的盈利占额不大 但是在这期间应该也会显得比较重要了 而当我们比较这两个公司的网络销售平台 Hanagan在这方面就做到更吸引人了 因为他们是有自己的平台叫Drinkies 操作起来就更user friendly 而Casper就只可以从不同的平台购买 并没有自己的官网 有兴趣的朋友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可以自己去查看哦 而我在前面说了会告诉你一个马股 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跟Bloomberg这篇报道有关 这篇报道指出了马来西亚早期推出的 Morate Term on Loan Payment 将在这个9月底到期 那么这个Morate Term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自疫情到9月底 有房贷的人是可以暂时不用还房贷 所以就变成那些本来要还房贷的钱 暂时不需要用了 而这些钱很大可能都跑去了股市里 也有可能说明了为什么这几个月 股市这么火热 但是由于这个Morate Term即见到期 毕竟人们开始需要卖股票来套现 开始还房贷了 所以股市是有可能在9月后会下跌 当然这些只是分析师的推测 不一定会发生 而且我们也需明白通常散户投资者 是很难影响市场的走势 通常都是机构投资者的大笔资金才能 还有当我看我身边的朋友与亲戚 好像也没有人在用房贷的钱投资 所以很难推测说这个Morate Term到期的Effect 到底有多大的 当然目前政府是有想要延迟这个Morate Term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 去达到一些条件才可以 而我本身是不确定 也找不到相关的数据 如果你对此比较了解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当我们说到啤酒行业 短期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 销量是否可以回到疫情前 酒吧与月店几时才可以正式营业 还有政府对啤酒行业的管控 无可置疑确实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但是长期来说 啤酒行业的销量是会逐年增长 为什么呢 其实就像网友Antifollow所说 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没有不喝酒的趋势 而啤酒也慢慢变成social drink了 随着每年都有新一批率年轻人21岁 喝啤酒的族群只会越变越大 渐渐增加销量 所以长期来说啤酒行业是非常值得我们做长线投资的 但是至于要选哪一家公司就见仁见智了 而且我做这期视频不是叫你买这两只公司的股票 只是想分析这两家公司的不同点 要记得在投资中 独立思考很重要 好了 我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到底你比较喜欢哪一家公司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就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哦 我将在下期视频分享马股三个你不会想错过的高锡股 不想错过就记得把那个小铃铛打开 当然如果你想更详细了解Casper这家公司与啤酒行业到底怎么赚钱 可以点击上方的影片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